欢迎收听房产小本本 每周用轻松有趣不严肃的方式打开房地产 带你无负担的学到房产新知识 Hello everybody,我是Robin 我是Doris 那这一集呢,比较特别的是只有我和Doris 还有我们的小编,泽源 Hello 参与我们的Podcast 那因为这一集我们想要特别来聊聊新清安 这个非常火热的话题 对,刚好这样子录音时间的时候 新清安刚好满一年嘛 那这个新政策我觉得影响一定很多人 那我们身为一个也还没使用这个新清安的这个群众 也想要来看看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好处 或是有哪些坏处 那这边也额外跟观众说明一下 我们在录制的当下是台股崩跌两万点以下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会有一些银行和新清安的执行状况可能会被这个东西影响 所以我们接下的话题不一定符合你们现在观看时候的当下情况 现在蛮多一些老师们就说今天股市率率的明天就是房市了 房市 手上有大把现金的人可以准备了 这样这种 准备又要去买房吗 就准备要出手啊进场啊这种话 房市都已经这么高了 对可是像这种人他就不会是新清安的一个TA吧 因为就会是投资客比较多 那可是新清安我觉得他的target还是在这个自助的年轻人身上 那当然不排除还是有人头嘛 投资客总是有办法找到漏洞的 这个新清安很明显的漏洞就是人头啊 但人头防不了啦 就只能看说他的出租的金流怎么处理 今天就不会去讨论说投资客到底是怎么想新清安的事情 因为其实近这几个月来政府他对于新清安他的这个投 如果你有拿来出租或投资的话 其实抓得非常的严 对那我们可以就是还是以自助的想法来讨论新清安这个主题 那首先这边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前提 我和Doris目前都还没有买过房子 所以我们自己还没有执行过新清安 所以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包含也有一些很多朋友 包含我们其中一笔来宾也透过新清安买到房子 所以我们对新清安大概理解 然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资料 我们的小编泽员他也找了很多前后的比对啊 说还有旧清安这种东西 然后跟在更之前的首购组的一些优惠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就是先来理解一下 第一个主题就是新清安和旧清安和首购到底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主题比较想要探讨就是新清安目前上入一年之后 站在我们的角度跟找到的这么多新闻跟数据 到底有没有帮到青年了 对然后所以当然也会去比较说 跟旧版的差别还有跟一般首购的差别 那目前找到的数据目前都统计到五月底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新清安贷款从2023年就去年到今年总共到今年五月底 总共累积核贷已经超过五万户了 就是五万七千九百多户 然后总共核贷已经四千两百八十几亿 2024年五月整月就一个月单一个月 拨贷的户数已经超过八千户 然后这是目前开办的最高的记录 我记得六月就掉下来了 但五月是单月就超过八千五 甚至非常的高 然后平均每户拨贷金额来到七百六十八万 我觉得这数据蛮有趣的 后面可以大家聊聊 然后跟之前上入前 也就是旧清安大 平均每户五百五十三万元 比较的话就是增加两百一十五万 这一年的成长等于说 银行平均拨贷给房贷的人 使用新清安的人成长两百多万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数据上来看 单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有的 有帮助到青年买房 但我觉得这又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切入 我觉得有帮助到买房 但是不是青年不知道 的确是有显著的在数据上看出来 有显著的这个买气的提升 那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下 旧清安跟新清安它的一些小差异 网络上其实也蛮多那种比较图的 那刚才有讲到除了这个核贷金额 它从原本的八百万 然后提升到了这个一千万 还有就是它的贷款年限 我觉得这也算是最重点的地方 是从三十年可以延长到四十年 它的宽限期从三年变到五年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觉得很心动的原因之一 然后其他的这些什么贷款利率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细节跟数字的部分了 最主要就是利率补贴 政府补贴0.375% 非常非常多的利率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配套措施 但简单来说 其实申请条件算是蛮宽松的 真的吗 都还蛮容易申请到的 对 事实讲没有错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这样啊 刚才讲的啊 你只要我满18岁 然后你的老婆老公 你的小孩 都没有房子 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说 不知道台湾人有没有意识到说 减免这个0.375% 到底实际上差距多少钱 对我想知道 因为其实有时候讲到这个数字的东西 我整个就懵了 你有你有概念吗 因为那个利率0.多% 到底是多少钱 就是因为实际上一般来说 信贷的利率哦 当然或是说甚至 讲因为我们公司贷款 身为公司的 对就是做企业贷款 因为我比较常企业贷款 个人贷款我比较少 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 个人信贷是多少% 但企业贷款呢 通常是有时候是3% 有时候是4% 有时候是5% 大概会在这个范围内 跟银行贷款的话 当然有些人金额更大 或者有条件更好 可以2%什么的 民间贷款通常都是5%以上 这是正常的一个做法 那房贷都是这种 一点多% 1.8% 现在是2点多 我听来都超级少的 他这个到底是 实际上到底是多少钱 这个利率是机动的 机动利率的意思是 就是要看着 央行定的利率 央行定的利率每年可能会调整 他会在一定时间内去调整它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 现在你讲的这个1.775% 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涨会跌 不是这样涨会调整 调整高跟调整低 但通常并不高 就是那个浮动的 对就是看这国家政策啊 就是要看得见得守这样子 冒进去或冒出来这样 OK好 对可是那实际上到底是多少钱呢 如果像你刚刚说 1000万去算的话 当然这一定会有 另外一个问题是 假设他是一年的话 那因为还会每个月每个月要还嘛 所以他数字理率上会越来越小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说我一年只要 一年少还3万多块也是不错啦 所以等于是说 假设他是待40年 我40年下来是少还100多万啦 可是如果是用正常的%数 假设是2%来算好了 比较简单 他一年等于要缴20万的房贷 所以他40年下来要缴800万 听起来好不合理喔 不会啊 听起来很合理啊 这个是我就是想讲出来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这种数字啊 就是当这个连线被拉长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要缴的利息是超级超级高的 哦 当然 当然他 我刚刚那个算是还是有问题的 是因为他是 通常会本利摊 本利摊的话 你越来越缴的利息会越来越少 所以逻辑上 你一定不可能缴到800万 但就是还是会很多啦 那个数字其实还是很大的 利息 可是现在听起来这个800万 好像听起来总数很多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是花了40年去换完它 对对对 所以这又是回到之前 前几集的来宾讲的 就是杠杆的概念 其实还是鼓励率够低 还是鼓励大家去借啦 但优点的话 其实就是房子变得很便宜 不要说很便宜 变得好入手 你很容易可以获得一个 你想要的家 这事实 我觉得应该说 在金钱上 它好入手 但是实际上市场上 是不是有总价 适合你的房子 我觉得这很看区域 因为你说台北市 用心情来买 对青年来讲 负担是不是重 我觉得还是重 然后 而且数量少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可能 不太会再去买很老很老的房子 因为未来他可能长大要自己住的话 那个房子又变得更老了 然后他的维修成本又就更高了 我觉得对台北市的或新北市的青年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帮助有一点 但对什么台中 彰化这种 可能高雄 像他们这种腹地比较大 新建案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可能总价虽然现在长得非常非常的凶 但我觉得至少也还没有到那个很天花板吧 就是没有到台北市那么夸张 所以我觉得对这边的青年来说 可能是真的有吸引力的 是啊 应该说我觉得对全台湾的青年 应该都有吸引力的啦 毕竟他真的一开始的现金流的弹性太高了 而且对很多可能25的上班族来说 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原来可以在这个时候买房子 嗯 没错 你以为这时候的可能薪水可能三万出头而已 嗯 你不可能去花两三万去缴房贷嘛 但现在如果有这个五年的时间 那你可能就这一两年可以来看看房子 嗯 然后发现说 诶可能差不多一万多块 就可以买到房子 其实跟住进差不多的话 买房可能就会是他的另外一个选择 对对对 配奖的我都想买房子了 但是你就不能买总价太高的房子啊 嗯 你还是要符合你的那个需求 是是是 你说优点吗 还有什么优点 我自己是觉得说 对台北市真的是影响比较小 但对其他的县市我觉得影响算 我觉得算蛮好的 我们给大家定义说 到底谁能够被绑住到啦 我觉得在讲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这个政策的目的 并不是让买不起房的人买得起房 而是让本来就有机会买得起房的人 负担变小 就实际上他本来月薪三到五万 但如果他本来家里就没有支持 或是他存没有存到那笔头习管 其实即便有这个政策他也还是买不起 嗯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说 让大家的负担减轻 嗯 然后像前面像罗奔家的就是 他的前面的现金有可以变负担很低 所以他可以呃 前面宽限期五年 他可以做更多的资金的运用 那所以那二十五 但听起来二十五岁也没机会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家人支持参与 所以其实基本上二十五岁的人 都不太有可能买得起 说实在好像是这样 老实说是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表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他在写他在统计说 呃从十八岁到六十几岁吧 大概平均大家买的房子见价多少 然后贷款的二十五多少 然后大概到十八到十八到二十五的 那个区间其实会比二十五到 对他是用年收入算 他都年收入算 他是用二十万到四十万 四十万到六十万 所以四十万以下的人 反而比四十到六十万的人 买的房子还要贵 什么叫四十万到六十万 你年收入四十万以下的人 买的房子比年收入四十万到六十万的人 还要贵 平均来看 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是什么 因为年收入四十万以下的人 都是靠家里买的 哦 对啦对 对 所以我才想说我觉得 那这样听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主题应该是限缩在说 到底帮助到谁 所以其实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说 可能二十五岁想要买房子的人 他可以就选择 但是我刚才漏掉 还要准备头七款 因为他只是有带八成嘛 你还是要准备头几款啊 对啊对啊 但是其实二十五岁的人 你基本上不可能有头几款 现在目前出来的平均合带 减七百多万嘛 那你在台北市 你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跟你到底能够准备多少现金呢 我刚才有讲到嘛 就是台北市非常困难 因为他的需求大于攻击嘛 即使你真的有 你也早就被抢走了 那好 那可以帮到谁 就像你说的 他可以帮到的是 有钱父母的小孩 我就不要讲有钱父母 因为有钱听起来就是 不管你怎么样 什么贷款他都会买 我们现在讲的可能是 中产家庭的小孩 帮助到 这个这种类型 然后还有可能我觉得三十几岁有机会 三十几岁轻壮年 想要买房子 本来会犹豫 现在可能投入的更快 就可能差不多这两个族群 那其他的 我觉得我就不考虑 我觉得这主要是两个帮助的族群 就是这个本意是好啦 我只能说本意是好啦 所以你要说从政策的目标 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是是好吃 就是帮大家义员 买房的义员提升的 然后愿意买的人负担也降低了 但实际上有没有帮到青年 我觉得可能是小部分 对我觉得应该就说 那我们可能就接到往下嘛 就是我们就从新兴安 目前大家这一年来讨论最多的一些负面的观点 其实主要就两个啦 最大的质疑跟最大的 算是迷思嘛 我觉得比较偏要质疑 就是说如果从 他到底有没有帮到新年来买房的话 他又有两个可能没有办法帮到的点 就是一 因为有的人会说新兴安 实际上让房价变高了 那这样子等于没有帮到青年嘛 大家即便买的负担还是超级重 因为房价可能是被新兴安推高了 然后第二个质疑就是说 会不会大家一开始因为宽限期 非常的低 所以很多人就 想办法赶快入手 然后就最后大家五年后 哇台湾房市就崩跌 因为一堆人脚不起房贷 就是目前新兴安 大家最常讨论到两个点啦 那我们可以从第一个点开始 就是说去年八月到商务以来 有没有导致房价提升 房价这一年来是提升的 我基本上我就是10%还是12% 全台湾平均大概是 这个8到12%左右 那到底新兴安是不是 导致房价上升的推手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 因为毕竟他让 就是让需求提升 那个市场机制一定是会让 这个价格提高 我觉得一定是啊 你才刚刚看到这个东西 卖房的人都自己都想加钱了 什么你在讲什么 就是看到这个政策出来 卖房子的人都会 你就建商会吸收 就不会卖得那么快 对啊对啊 他们就慢慢看市场反应 然后看价格上去 有没有上去 上去了就在卖更贵啊 我觉得一定是吗 我觉得很难说 百分之百都是因为他 当然一定没有百分之百这件事情 但是他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会占一个原因在里面 我觉得他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像也包含之前 我们前面几集 也有讲到就是今年 不管是科技业 经济发展非常的好 导致有购物需求的人 他们手上的现金变多 本来就会想要再投入在房地产上 这一定也是一个推力 那当然星期间他是一个政策 那政策一定也有推力 所以我觉得 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因为他 但是一定有 那只是说 他显然是也可能被拿来当 一个炒房的工具了 因为投资客的属性 金金刚是很明显可以拿来用人头来去贷款的 所以他的杠杆的层数就更高 所以比较容易被投资客拿来买房子 或者说不要说投资客啦 一般的大妈也可能叫小孩子赶快去买 但为什么你每次都是用这种投资客想法去思考事情啊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用投资客想法的话 那就跟第二个疑虑很会抵触啊 例如说 抵触吗 像我现在就在明明 就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房市的高点 然后我呢 因为利率很低嘛 反正我就买 但是 它总价还是很高啊 它总价还是很高 然后但是五年后你们的猜想是 它可能会崩跌 因为很多人讲不出房贷 它抛手 这个就是堵了 那不就买高卖低 没有没有 这个完全就是堵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崩跌 这只是一个可能性 那搞不好五年后 台湾经济大好 没有人崩跌 大家心脏都变高了 也有可能啊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真的会觉得说 全部都是投资客在吗 因为你每次讨论都是 我没有说全部 但就说在我们这个产业其实 很多屋主 因为我们就包住贷款业嘛 很多屋主 用新清安买到房子 他们真的是拿来投资用 他们不是拿来自助用的 那他们就是有出租需求 那出租需求的话 我们自己也有碰过几个 然后他们就是想要赌一把 因为新清安 即使它的贷款成数再怎么低 它还是要缴贷款 所以能多赚钱谁不要 但是现在又因为政府政策的关系 租金补贴 或者社会住宅 这些东西 鼓励房客要报税 之于新清安 其实抓这个也抓得很严 他只要在银行户头 看到你每个月固定 有一笔很类似的收入跑进来 他就会抓 所以其实要做到 要做到你是用新清安买房子 但同时又有偷偷赚租金收入 没有那么容易 那这样子不就是 那这样子投资客就很难做啊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不会一直想说都是投资客在买啊 对但但反过来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说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他没有发折 他唯一的发折就是 你就损失了新清安的利息优惠 但你就照正常的脚 所以投资客 他的确是可以冒这个风险的 他就是先申请了再说 被抓到就被抓到嘛 反正也没发折 我就正常脚 我照样出租啊 就赚比较少而已 对啊 所以啊前面的杠杆 他还是可以先赚到那一小笔杠杆的状况 所以听起来 我觉得听起来是 这个政策本身的配套措施 是 没有一开始就建立的很完整 而是逐步的在被建立的很完整 对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没有查核的那么严谨 就是前几个月才有说 才会开始说那个 还要签什么自住 现在结束啊 什么银行行员会去你家按门铃 什么贷钱审核贷后 也会一直去查 有人讲会一直查你的金流等等的 但我觉得这个数字 我觉得这个数据 我们目前也是查到前六月五月的 六月的新闻啊 他说新清安回归 总共那个月抓到 哎不是总共 目前接下来抓到一千多户 九成全部都是转租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扣回他刚刚讲的 就是实际上做这件事情的风险 实在太 就是没有什么好不 没有什么好不读的 对啊 就是实际上这些房东一定有在算 然后算过就算了 就读读看 我就这样做嘛 抓到就 没有罚责 抓到就算了 大表冲 当然老实说 老实说 政府没有说完全不会有任何法律的责任 就是他还是有保留 他会有可能会跟你追究法律的责任 就他可能会 是你做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去跟你 I don't know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实际案例发生 对所以 后来说就对 我觉得这就相反对来说 如果你只是一般你可能只有一间 然后你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伤害没有到那么大 但是如果今天是投资客 他可能有很多人头户 他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他被抓到也不会抓到他 也是抓人头户 没错 第一个风险我还有个要讲的是 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实施的算是两年 2026年 对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听起来是很长 但是我觉得对政府政策来讲 他算是一个并没有到非常长的政策 没有到什么十年五年这种比较长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 罚则应该是不会有 因为 你懂吗 就是正 我不是要讲政府坏话 我先声明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 我通常讲做一件好事 我不会把它 讲出来是 没有我做一件好事 我就希望这件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都是好的 如果你突然再加一个罚的东西 在他身上的话 这件好事 就会不见 然后对于 这算应该没有在管这个 对于政策 对于政府的政策来讲 他就希望他这个东西是他的政绩 如果你的政绩不会希望 就是说还延伸出处罚 然后让就是 享有这个政策的人 有不高兴或是什么 那他在干嘛一开始要推动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会不会有 接下来的惩罚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 而且你想想看 他又那么短 他算是一个蛮短的政策 到2026年而已 所以我是觉得说 第一个刚才讲到 第一个是 有没有推高房价 我们都有公司是有 但 他不会是一个绝对的原因 是是是 但这个话就 有讲跟没讲一样 然后 然后我刚才有质疑你 就是 为什么你都一直用 投资课的心态 但实际上 你自己听到的故事 然后还有一些 真的有被抓到的数据 那一千多户其实九成是转足吗 很多 他一定在这个上涨的里面 有占了一点点的趴数 但我觉得 帮这个政策讲话的话 就是 不应该把他讲成说 他是一个凶手 或者他是一个 伤害这些市场的 因为你有福利 你就想买 想买市场的价钱 就有点贵啊 而且相反过来来说 就是房市涨 就是假设今天新清安没有的话 房市可能 你说 就不会涨吗 不会涨到10%吗 我觉得也不会啊 就是实际上 房市很多 更多反应的出来的是 经济面 对啊 没错没错 新清安只是一个 其中一个原因啦 它不会是主要的原因 毕竟 买房子的人本来就很多 我觉得比较像 新清安这样子 小小的推了一下 哈哈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很小的要推 哈哈哈哈 是这样吧 是不是 还用寸镜去推 对 还用寸镜去推他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讲说 啊 新清安害房价大涨 我觉得这就不对 就聊这个就有点无聊 对对对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新清安说真的 你还是要找到那些人头 然后不要说人头 如果假设是真的年轻人的话 他们还是要找 他们自己买得起的房子 那那些买得起的房子 他总价可能也不会 搁到那里去 所以他不太可能 是造成房市大涨的 很主要原因 再怎么样 还是经济面 那你会想要买吗 会啊会啊会啊 嗯嗯嗯嗯 我觉得我如果我想 欸我很好奇 就是你会想要买房子的原因 跟政策很有关系 我会想买房子的原因 主要才是投资因素吧 就是你是 如果你要买房你投资 啊你咧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嘛 就是他聊到心情 他聊一聊聊一聊 他就说哦那我真的也好想买房子 就是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有趣啊 他会因为某一个政策推出来 然后就想要去买房 就是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一般人会想要买房 可能是他有一个很高度的自助的需求 像我们上一集来宾 他就是很确定 他自己很爱高雄 他想在那边落地生根 所以他是因为感情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就好奇啊 你是因为这种吗 你可能就是跟数字里面比较有关系 啊你咧 就是我觉得这就很难套在我身上 就是你现在没有想要买 每个人的涉精力 会差那么太多的情况下很难讨论 就假设你问20岁的小孩子说 你会因为政策面的东西想要买房吗 不可能啊 所以你不用讲说你因为政策的面向啊 对啊 所以我们只会有一种可能就是 因为我有这个需求 或是我想买房啊 哦 我们不会有因为政策的面额想买房 因为你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不会有因为政策 所以我想买房 其实跟政策与否关啊 应该 你的问题应该会是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买房 我只是想闲聊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是想闲聊 我想说 我也没有钱买房 但是我可以做做这个梦吗 我会因为什么 因为像我自己会觉得说 我如果跟我有没有钱啊 或是什么政策 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太大 我都不会很在意 但是如果今天算命师跟我讲说 你今年很适合买房子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很在意 就是我是走比较玄学那一派的 你懂吗 就是 如果今天算命师说 你今年一定要买的话 我可能借钱我都会买 欸不能闲聊哦 可以啊 没有人说 对啊 没有人说不起啊 闲聊 我只在回答你的问题而已 买房算命论 对啊 欸我跟你讲 这跟射精地位真的没有差很多 因为就是 我有看过就是那种真的很穷 他想办法他也要买 一定还是有 就跟我们上一集来宾讲的一样嘛 他可能没有很多钱 但是还是想办法买到五套房子 就是那个PTT的神人 对对对 他就是怎么接见他 他就是对买房子有个很大的冲动 嗯 就是你想要做到 你就会想尽办法做到 对对对对 所以我很能够感同身受 如果今天算命师跟我讲的话 我一定会想办法 如果是神明有指示 我再怎么样我都要做到 好莫名其妙 讲到第二点 那怎样 质疑二 会不会有 我们刚才讲到吧 可能有没有五年后的这个 房市的抛售潮 或者说房市的危机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灾问了啦 其实房价涨不涨 跟经济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更正相关 是 所以如果五年后 突然发现 经济开始走低的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可能 但是 但是 欸我好奇 就是说现在使用心情安的人数 有没有分布在哪个区域 有没有这种资料 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资料 虽然的确这种资料不一定会有 但是至少还是 理论上会有台湾各 城市的 买房交易量 这个数字应该会是 但基本上上升的数字 就是 六度 但是 但是你如果说五年后 会不会马上脚步出来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 因为我们刚刚就已经有提到 他的TA本来就不是那种 真的本来就买不起房的人嘛 没错 所以 回头来说还是会回到 像你刚刚讲的 经济走面 如果经济没有成长 或是甚至是负成长的话 那崩堤的机率就非常非常高 对 但是 但是所以这个心情安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 欸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假设我们经济没有成长的话 但是房价可能就持平嘛 以现在的状况来想 房价可能会是持平的状况 但是因为有心情安这个因素在 大家薪水没有涨 啊本来要脚要少 突然变多了 那一定会抛售啊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在 又要豪赌一波 就是想说等它五年之后会跌 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一波现金 准备减便宜 这个转售的细节 五年可以啊 五年啊 对啊 可是 很多人搞不好会是到 最后一刻才转售啊 啊那那个他如果已经脚不出来的话 那就是准备进法拍环节啊 就是没有 我觉得要到法拍去 其实算是 能够买 我觉得能够买心情安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走不到这个地步 趴数不会到 你想象中那么高啦 就是他钱真的要脚不出来 才会发生这个程度啦 现在说就是没有把自己的那个 钱算清楚 或是高估自己 收入成长的能力啦 因为 大家最容易有这个担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实际上宽限期内跟宽限期结束之后的那个角 每个月要还的钱的差距实在是蛮大的 看你试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用四十年去去算的话 它可能会多快两万块 那如果是三十年的话就多三万啊 所以如果贷款是一千万元的房子的话 而贷款一千万的话 所以意思就是说 比较不知道财务规划的人 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但是通常那种人也 好我们讲到三十几岁的人好了 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因为他那时候都已经三十五岁了耶 事实上没错 对三十五岁的人 你还不知道你下一个月 要开始加我两万块的房贷 那我觉得可能是偏少数吧 有的人是想说 就是这个讲法 其实有点太把大家当白痴了 没错 我就是就是我的 有人真的会完全不算 就做这件事情吗 但我觉得比较多的 可能是他没有想 很明确的想清楚说 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啦 比方说还是有可能发生状况是 他可能五年后被裁员 或是他可能突然决定 突然也不要讲突然 就他可能有小孩了 那他这笔钱是 他本来没有考虑进去的 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 导致你刚好这两件事情 加进来会导致你还不出来 我觉得这是 但我觉得这就是意外啊 可是假装一个月多两万 其实一个月 一年也才多24万的支出 如果你今天真的 不小心有小孩的话 那你就是把它买掉啊 你就是降瘦了 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说新金安其实 这个贷款的年期 其实20 30 40年 是可以选的吗 就是你要跟银行谈 所以银行也是有可能 不给你40年 对 他有可能不给你40年 就是你要带得过啊 他还是会减合你的这个 经济的力量 因为实际上一般首购或旧亲安 还是有可能谈到40年 就是少数特的 所以你说 你觉得我的立场啦 我是觉得这个 发生 你不是完全不会发生 我觉得即使没有新亲安 也会有人这么 也会有人发生这件事啊 所以如果这样 买一买 然后就发现自己根本 没办法负担 我觉得 不管有没有新亲安 这种人就是会这样 突然好像买房子哦 我们赶快 我们先离婚 各买个房子再结婚 结论就是 结论就是 刚刚讲的那样嘛 站在我们的立场就是 实际上要嘛 台湾 到时候五年后 是台湾整个经济崩跌 或是 或是真的发生什么 黑天楼的事件 不然 不太可能啦 就是你不要拿说 这种 很少的特例 或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 来 拿入这个讨论说 啊 新亲安 出来之后 就会导致 房子五年后要崩盘啦 不要这样 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银行没有这么笨 年轻人也没那么笨 そうですね 银行没那么笨 我是同意 我应该说银行最赚钱的事情 我觉得一定是 它的风控机制 一定是挺好的 没错 只是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很多 很多新闻 我觉得是有点偏恶意了 一定的啊 他们新闻媒体 本身 它就是追流量嘛 所以它 怎么样流量高 就怎么样做 所以其实我 本节目 本节目是有点太那个了 哪个 就是有点太不追求流量 我们现在应该也是要 就跟大家一样 就是骂新亲安 说 这种东西就是会让 没有没有 这种就是我们来讲一些 争议性语言 所以我刚刚很努力讲了一些 我们流量才有办法 那个争议会惹到我们身上 那个 才有办法高起来 就是营活上升 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耶 我就 现在听起来买房子 就变得很复杂 前阵子录的有一集 就是分享高雄房地产 那一集听完之后 我们自己就对于 买房子这件事情 是觉得它是一种 竹梦踏实 你需要身体力行 竹梦踏实 数学算好 这样子就可以 开始进行 可是如果就是 考量到很多 这种外面的声音 就像他上次就讲了 他自己是不看外面的声音 就你一直去思考说 什么政策会让 什么崩跌 然后 什么东西 利率怎样怎样 你是不是会变成 什么政策下面的一个小白 或者是 就那种小白兔 你会被他宰杀 被市场宰杀 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认真今天讨论完之后 好像跟这个政策 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管是房价 还是 它的一些缺点 好像都跟 人本身比较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担忧 还是太多了 然后外面的声音可能 有些新闻媒体啊 的声音可能是 偏恶意居多 大家还是要静下心来 思考一下 是不是真的都是政策的问题 还是说是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 Doris给大家 如果要使用 辛勤安的人一个建议 那Robin呢 他很想买 就买吧 各位就买吧 这不是建议 想买就买吧 有钱就买吧 想办法搞钱出来买 没错 就是说真的 你仔细看这个政策 本身就是 给购买者的一个利多啊 你能买就买啊 他真的有省啊 就刚才帮大家算了 你一千万就是 一年省三万嘛 最少还是补贴了你 零点多的利率啊 其实你后来要 你后来补了 也不是补这一块啊 你后来补了 只是宽限期而已啊 而且怎么会有人 就是一直把优点 讲成缺点啊 当初他就给你这个宽限期 就是让你一开始 不要负担那么大 然后现在 又有人说这是缺点 因为你一开始 负担没那么大 你后面负担大了之后 你会承受不住 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那就是人性啦 他们是怕 那你一开始就去承担 那个负担不那么大的方案 好不好 所以各位可以 赶快花钱去买 然后给我们管理 我们想办法让你 不行 不行 自租掉哦 大家还是要注意 就是新金安的政策 是要给自租的房源 不是拿来出租的 我觉得还有个 小小的建议给大家 就是一样 反正是钱算好嘛 只是钱里面 还要考虑一个点 装潢 那装潢就可以找我们做 对 装潢也可以找我们做 因为如果今天是手头比较紧 硬钉上去买一间房子 要自己住的话 那假设你还是 你可能就没有 没办法有预算这么高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要 就是真的 你买了一间房子 然后钉到你 完全没有任何钱装潢 你家具都买不了 就只放一张床 我觉得这样子 有点违背了 买房子这件事情的初衷了啦 所以如果 但如果今天大家预算的不高 那我觉得 就有预算不高的装潢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 以前在YouTube上面 有一些分享的 一些软装搭配法 其实都可以 蛮适合小资组的 如果你有 不要说你有钱 如果你没什么预算 买新橙屋小瓶数的 可能还比较好 至少买个床可以睡 就算了 对 中古屋的话 状况真的很多 你要花的钱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 基本认知啊 新橙屋的状况 绝对会比中古屋还要少 这是铁则 同屏数 一定是中古屋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中古屋的话 还是注意一下 就像那个什么 像新橙屋的装潢费用 一瓶的话 我觉得抓 6到8万 都还有可能做得不错 对啊 你当然这是 有找设计师的状况之下 但是中古屋的话 现在以台北市的行情 我觉得抓到 13到20万一瓶 其实都有 我记得是10到13 没有啦 是3万到20万 我觉得是最保险的 为什么会抓到那么高的原因 是因为 20太高了吧 每一个人的期待不一样啊 有些人他就是要整个打掉 然后整个换掉啊 食品要花到200万吗 太多了吧 所以我才说是跟期待 你的用料 如果你的每一瓶 你都要弄到那种很顶级的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 有些人他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 就是很高啊 所以 那我觉得比较常见的这个范围 可能就是在13到16 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范围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开 一起来聊中古屋的窗簧 对 OK 好喂 好 那我们就 心情安就聊到这边 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好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